2009年7月起 中国大陆22个省下起了大豪雨 不仅四川湖南湖北烟大水 连广东广西江西贵州 过去很少出现大水患的长江以南的地区 降雨量强度都超越了历史的极端记录 2009年11月29日 澳洲沙尘暴 是澳洲近70年来规模最大最严重的沙尘暴 光是雪里一个城市 估计飞来4000万吨的沙尘 陆海空交通一片混乱 台湾也在这一番大自然的搏斗中倒了下来 8月8日 莫拉克风灾 房屋在家人眼前被冲走 莫拉克风夹带着惊人的瞬间暴雨直扑台湾 造成台湾有历史记录以来最惨重的灾害 莫拉克风灾一个月后的台湾山景 高平溪如乌叶的溪水 环山不再清绿 眼前所见的白色地块都是崩塌之地 台湾不是最糟的 2009年9月到10月间 菲律宾连续遭遇到四个台湾侵袭 这是菲律宾风灾中人们最难忘记的画面 我们就这么旁观着大自然 把一个一个生命从眼前带走 同一个时间 地球另一端翻转陷入严重干旱 联合国估计东飞之角 2009年共有2300万鸡民 无水无粮 其受难人数于惨状 远超越过去任何非洲战争所带来的灾难 2009年森林野火从澳洲 美国希腊 蔓延至每一块干旱的国土 2009年中 地球向工业革命发源地 发出重大讯息 先是秋天不见了 枝头上明明还挂着绿叶 却已是大雪纷飞 气温瞬间骤降到零度以下 估计2009年秋天只有35天 气候专家说 长夏 长夏 短秋 然后是长冬 短春 这将是我们未来地球的新四季 变奏曲 2009年联合国召开哥本哈根大会 这场史上聚集全球最多领袖的气候大会 最终无法达成挽救人类的气候协议 它不像政治家或科学家的聚会 反而向宗教家的末日预演大会 联合国跨政府气候小组 2009年公布最新观测的结果 格林兰北极荣兵 比高尔拍摄纪录片的时候 预测还糟 而南极西部及东部 更出现首次熔冰现象 澳洲南方 漂浮着一排一排来自南极的冰山 向大自然派出的武士 站岗标示地球忍耐人类的极限 关键二度 人类自1750年释放的二氧化碳 科学家估计 其生命周期大概50年到250年 换句话说 即使我们现在全球关灯一年 暖化仍然会持续一段时间 因此 只有立即且全面的绿色革命 与前所未见的危机准备 我们才有能力把地球温度控制在两度之内 避免人类灭绝 只要记得两度这个数字 现今世界上的所有的机构 包括哥本哈根大会 欧盟 日本 美国 中印大型跨国企业 绿色和平政治团体等等 全都同意地球必须控制于升温两度的标准内 原因是一旦跨过了两度的门槛 将会导致生态机制失去控制 设施两度成了人类存亡的关键 专家推估 只要地球温度上升一度 部分野生动物就会濒临灭绝 物种被迫迁离筑地 或者甚至灭绝 上升两度的话 有三成的动物植物绝迹 各地干旱饥荒 珊瑚白化 人类面临生存危机 上升三度 三成海岸湿地将会淹没 热浪干旱 上亿人无水可用 上升四度 亚洲 非洲 低洼三角洲 每年同患不绝 上升五度 超过四成的动植物将会灭绝 一旦全球温度升高六度 人类及大多数物种 都将灭绝 科学家预估 约末2020年到2037年的某一个夏天 也就是最快十年以后 北极熔冰会完全消失 当北极消失不见的时候 有两方作用 第一 北冰洋海水的温度 会快速地上升十度 因为它原来就像是一面镜子 能把太阳的光反射出去 现在它变成了一个黑体 把所有的太阳辐射都吸进来 这一出一入 其实增加了两百倍 所以海水的温度会快速地上升 其次 格林兰一旦融冰 也将带动海平面上升 国际科学团队发现 这个世界第一大岛 格林兰 冰河移动的速度 比四年前倍增 严重程度远超乎人们想象 什么是正负两度C呢 其实地球若上升两度 许多小岛已经亡国了 这里是33个岛屿 所组成的太平洋小国吉里巴斯 现在他们离海平面最高的地方 已经不到四公尺 民众居住的范围 离海岸边 大概只有一公里的距离 北冰洋全面融化的后果 不用科学家的图表 这一张照片拍摄于2009年的10月 由于北极大量兵戎 一只饥饿的大北极熊 游不到觅食之地 它饿了 于是吃下了同种的幼熊 白色的大地 白色的北极象征物种 在灭绝危机中 留下了满尺红色的惊人画面 天地不再是一片圣洁雪白 而这只是灭绝世界的第一幕续曲 公拜垂城的哥本哈根大会 公布了世界最危险地区的诊断书 答案正是许多国家赖以致富的港口三角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些三角洲对中国是惊人的答案 联合国公布全世界最危险的三角洲 在中国是黄河、长江、珠江三角洲 也就是中国的经济命脉 天津市、北京市、上海市、广州市 所有因为海洋贸易时代崛起的港口城市 都将因大海而起 也将因大海而没